《尋找更美家鄉的故事,父親蘇森的故事》 作者蘇榮睿 第十五章 末代诸龙 苏东坡有一句名句 寧可食无肉,不可居无足 这句说话也是父亲的格言 对他来说,食肉和居足是同等的重要,缺一不可 所以他应该比苏东坡更懂得享受人生 在深圆农场我们不只是一排排密谋的竹林 给我们一种视觉的享受 并且在炎热的夏天带给我们一种凉快的感觉 父亲更加利用这些竹做很多用途 他最喜欢用竹杆挑削一副一副的对联 挂在墙上 父亲的遞书和精美的雕刻相映成趣 大家在图片里面都可以看得到 的确是增加我们家里的书香气味 不单只是这样,我们所用的籽就是竹籽 那些耳也是用竹制成的 竹更加可以做淡挑和鱼竿之用 这些都是深圆独特的竹文化 煮肉的方面 父亲就最喜欢吃猪肉的了 尤其是东坡肉、扣肉、菜肝猪肉汤 都是我们个时个迟必备佳咬 所以父亲离开了烏溪沙儿童院 回去大埔开设猪场 我一点都不觉得意外 香港的养猪业 60年代是黄金时期 但可惜 达到70年代之后 随着香港工业迅速的发展 再加上养猪的条例越来越苛刻 养猪业就开始衰微 到了80年代 一个一个猪场的倒闭 养猪业从此一揭不振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 父亲是末代猪龙 但在我脑海里面 养猪这个行业 它留下不少深刻的印象 事实上 父亲在养猪技术上 是突破了昔日 中国乡村养猪的古老方法 发明了不少创新的技术 他曾经将他的经验 知识 写成一本叫做养猪新篇 可惜时不以我了 当他写成这本书的时候 亦都是香港养猪业 开始走下坡之際 所以这本书一直都没有出版 亦都鲜为人知 如今我只有将我所知道的一轮半肘 写下来 父亲的农场养有百多头猪 大概可以分为两大类 肉猪和母猪 即是所谓猪腊 肉猪的品种有很多 不过总共来说 可以说有两类 第一类是纯种 第二类是杂交 在我们自养的猪 就以杂种猪为多 尤其是第一代的杂种猪 优点很多 所谓第一代的杂种猪 是用纯种的羊猪工 配合纯种的本地猪 交配 而成为这些所谓的杂种猪 是第一代杂种猪 通常这些杂种猪 是生长得快的 抵抗力强的 治养容易一些的 所以所产生的猪苗的数目 亦都会多些的 每次当那些猪 生的猪仔的时候 往往是超过十头以上的 而且那些猪肉的肉味 比较鲜甜 至于那些母猪 就以本地纯种为主 在60年代 猪龙开始采用人工 售人 而香港政府的农林处 亦都积极的推行 帮助这些猪龙 采用人工售入的方法 因为这个方法 优点是很多的 可以避免那些猪公的毒性的传染 可以选择优良的品种 亦都可以在交配的时候 免受巨型的猪公的伤害 不会因为猪公的精子稀薄 以至生出来的猪的数量很少 但是人工售入也有弊端 主要就是猪龙应该有判断母猪 这个所谓青春期的能力 原来猪的交配不是随时可以进行的 是要等到母猪在青春期间才可以交配 新界的猪龙称为起水 要知道那些猪娜起水 才可以进行交配 所以准确判断猪娜是否进入青春期 就是猪龙必须拥有的知识 否则错过了机会 在60年代的新界的村庄里面 我们经常都见到农林处的职员 拿着电单车 到处为猪龙提供人工受人的服务 又安全又方便 这就是科技带来的好处 在深圆农场最兴奋的事 目过于看母猪接生 我至少父亲已经传递了这个接生的技术给我 所以我常常夸口自己是猪的产科医生 我的记录就是一胎 现在竟然间接收了27只小猪 我相信这是深圆的记录 通常一胎是12只 说多或少 但在这一次 这只猪竟然间一胎生了27只小猪 而且一只都没有腰子 一只都没有死 真是难得 这是我的记录 也是深圆的记录 母亲怀孕的期间通常需要114天 或者是迟 或者是早一两天都不奇怪 母猪通常是夜间生产的 我们往往就要通宵搭蛋工作了 由开始产生 即是生第一只猪 直到排出的胎盘 即是胎衣 大概需要5至6个小时 母猪在分娩的时候 事上作恶不安 开始的时候 头三四只出生的时候 通常它是站在那里的 后来多生几只的时候 就累了 不再起床了 通常要隔十分钟 就生一只小猪 如果母猪是太肥 或者是年纪比较老一些 所需的生的时间 就要久很多了 如果母猪遇到难产的时候 我们立即 就是注射一些催生剂 或者进行施手术 不过我们是尽量避免施手术 因为这个是很危险的 卫生环境陷阶 很容易受感染而致命 在我记忆当中 这么久来 只有一只母猪是因为难产而至身亡的 当母猪诞生了小猪的时候 我们立即把小猪抱起 用布抹干了它身上的黏液 尤其是鼻子那些 更加要摸得干干净净 免得它窒息死亡 假如发现小猪呼吸有困难 就立即施行人工呼吸 所谓人工呼吸 轻轻用它手按去猪的胸部 然后跟它按摩 慢慢按摩 或者可以将它救活过来 当接过小猪之后 用线距离在肚尺两三寸的地方扎 然后用消毒过的刀 或者是剪刀 将它剪断池带 并且在剪口涂上颠走 然后将小猪放在干的 有和管草的挪当中 全部小猪出完之后 我们就要和小猪 剪掉牙 因为如果有牙 牙吃奶的时候 令到母猪感到痛楚 其实是很危险的一件事 在小猪吃奶之前 通常是把母猪的身体抹干净 用火酒抹过乳头 然后将小猪放在母猪的身旁 帮助它第一次吃奶 同时我们又要留意 母猪排出来的胎盘胎衣 一看到胎盘胎衣出来的时候 就立即要拿走它 因为很多猪肝 是会将它吃回的 对猪肝的健康 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小猪出生了三天之后 父亲就替它注射三黄针 每一只一毫升 以防感冒 同时也可以胃贫血膏 每星期一次 直到他们能够懂得吃治疗为止 大概有七个星期之后 他们才可以吃治疗 头个星期多数都是吃猪奶 治疗方面是什么呢 通常我们是喂蜜糠 粟米粉 米碎 大豆饼 鱼粉 米糠 并且给些番薯藤吃 有些菜梳 这些猪脊每个月 差不多重三十磅 四五个月就可以出拉 通常父亲是卖给那些猪龙 他们专收购猪龙的猪 然后送到逃场宰割 猪龙最敢头痛的地方 就是病 猪的疾病 香港位于亚尔大的地区 冷暖不常 天气有潮湿 很容易生病 香港的猪脊的传染病 有猪瘟 腸热 口蹄病等等 预防性医治疗 所以我们特别注重猪瘟的卫生 经常消毒 勤于充洗 尽量保持猪瘟的肝爽 食水要清洁 其实人秀同住 对我们的健康来说 是有一定影响的 我记得我读中四个一年 突然患上严重的感冒 要入医院住了两个星期 出院之后 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 才完全康复 我想 很可能 我是感染到 从猪脊的细菌 得来感染到 以至我病了这么久 或者我现在身体里面 可能也有不少抗体 可能和我小时候 居住环境有关系 也都未定的 通常 从肉猪 涨到150磅左右的时候 我们就将它卖给那些猪犯 运送去途楼宰杀 我们称为出篮 也都是我们一家高兴的时候 因为终于看到 昔日的投资有回报 也都是父亲出粮的日子 在出粮之日 我们一早起床 哇 喂饱出篮的猪脊 有这么饱 就喂这么饱 因为为什么呢 不单只给他们享受最后一餐 而且也可以增磅 因为猪的价钱 按照根计 它重多少 每斤多少 猪重一斤 价钱又高一点 所以我们尽量喂饱他们 那些混猪货车走了之后 我们一家就去到大埔区的茶楼喝茶了 父亲通常是叫几只糯米鸡 来慰勞我们 一早起床之新路 现在想起来 好像昨天所发生的事 历历如在目前 父亲除了忙于管理猪场 他有很多时间也都是参加南坑村的养猪合作社 他是各个合作社的书记 在1950至1960年代 香港政府鼓励民间成立这些合作社 这些合作社是民间组织 但是由政府的预论处监督 其中以养猪合作社和如意合作社最为普遍 合作社主要的功能 是贷款给那些有紧急需要的银两的人士 合作社的会员每年都要交会费 于是合作社就将会费存在银行生息 作为合作社的基金 某一个社员有急需金钱要支付 他们就可以向合作社申请贷款 然后每月年低息归还 在60年代的香港 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 也是解决不少猪龙遇上银根短缺的一个难题 一切借贷的事业都是由政府的鱼龙处监管的 在1970年代和1980年初 全香港有4000个猪墙 年产80万只 但漸漸就开始衰微了 到了2000年代 只有43个猪肠 年产不到10万 为什么一达到70年代中期 香港的养殖业就开始衰落呢? 原来一直以来 香港的猪育 是由马来西亚 台湾 泰国的出口猪 运到本港 以及本地猪供应 但因为外来的猪运费高额 所以本港的养殖业就有它的市场了 但到了80年代 大多数的猪育 是来自中国大陆 是内地猪公港 价钱就低廉 造成一个庞大的竞争 而香港政府对猪龙的支援 也都开始削减 70年代 猪龙或猪龙提供配种 注射疫苗 诊字猪脊等等的服务 但到了80年代 政府已经取消这些服务了 再加上香港的 溪、河 水质污染的程度很厉害 可能多多少少都是受这些猪场影响 所以政府推出多项改善水质的环保措施 猪场必须领有 禽束致养牌照 领取牌照其中一个条件 就要设有排污的设施 要达到排污设施水准 是需要付上很多的金钱 很多的投资 大多数家庭息和小的猪场 是没有这样的经济能力 添置这些设备 它宁愿接受政府特位补偿金 放弃养猪的行业 就因为这样的缘故 香港的养猪业就失眉了 而我父亲也都成为香港的末代猪龙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